我完全同意一般學者這個結論 就是說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 目前的戰爭充分顯示 烏克蘭它唯有靠自己 它甚至還是歐洲國家 歐美國家那麼緊密的經貿關係 和民主的認同 但是北約 歐盟 美國 完全都沒有介入 完全沒有派軍來支持你 它最多給你一些武器 但是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 其實是有非常悠久的歷史 民族甚至宗教文化上的淵源和牽連 所以從這一點上 的確俄烏之間的關係 和兩岸之間的關係 有若干相當的相似度 那麼如果是按照 我認為如果是按照民進黨 它既定的策略 它就是要推動台獨的話 那麼真的 民進黨政府必須要準備好 你要自己打這個仗 你就算別的 美國願意源源不斷的給你武器 你要準備好這個錢去買 然後你還必須務實一點 就算你把全民都武裝起來 願意打的人武裝起來 我相信有很多老百姓是不願意打的 那麼就算有願意打的人武裝起來 你有相當的軍備 在現實的判斷上 你還是沒有辦法對抗中國大陸 如果兩岸真的是冰柔相見的時候 台灣是完全沒有機會 除非美國過來 除非日本過來 但是美國和日本 根據大部分學者的判斷 是不會過來 因為一過來 他們捲入戰爭 這就是世界大戰 第三次世界大戰 因為美國 中國 中國 甚至日本在未來都可能是配備核武力的 那麼如果說美日不惜 不顧一切介入台海的爭端戰爭的話 我相信中國大陸到時候會 也是完全的語以反擊 那個時候就不是簡單的兩岸之間的問題 那這個是循著蔡政府她的意象在說的 我個人的看法完全是另外一面 我覺得兩岸的問題本來就應該和平和談來解決 那麼美國他寫在三個公報裡面的 五十年來也一直都是明明白白的主張 兩岸的問題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 和平談判來解決 我認為蔡英文政府 民進黨政府最大的錯誤 就是一直放不下那個台獨的迷思 甚至這個概念不知道 他沒有一個邏輯上的必然性 他就是某一些人想要追逐 追逐台灣的本土意識無限的擴大 反而去蒙蔽了兩岸其實原來是同源同種 共同的文化 那如果譬如說現在蔣史民進黨政府 以後說要雙語字一個是英語一個是台語 可以我們可以不說中文以後的小朋友不說中文 那麼是不是麻煩民進黨主張獨立的人士 你先發明一套台文 你把台灣的文字自己發展出來 和閩南語也切開 那麼你或許真的有邏輯上的道理 去追逐一個台灣的獨立 是 那另外是想要分析一個觀點 是有關於奧林斯就是前進了72小時 照理說72小時是一個基準點 就是你能不能攻下這個國家 但是他沒有攻下烏克蘭第二大城 就讓人不免去想說 烏克蘭是不是這麼小的兵力 可以阻擋俄羅斯這麼大的軍隊 我覺得因為這個時候 我們不可否認 現在除了實際的軍事戰 還有很多電子戰 其他金融戰 最重要是訊息戰 那麼目前軍情的訊息是非常不透明的 烏克蘭政府發布烏克蘭政府的訊息 俄羅斯發布俄羅斯的 歐美通常都只是轉述 所以有很多第一手發布的訊息 到一兩天後被證明其實不是這樣子 被證明是虛假的 雙方可能都有 所以我個人倒是覺得說 三天 所謂三天四天還沒有所謂攻下來 這個有策略 戰略的 或戰術上的意義在裡面 因為俄羅斯他說明了普丁 我聽他公開的說明 他就說他的意思 他的意圖並不是要佔領烏克蘭 第二 所以他不會用大規模 像美國以前轟炸 南斯拉夫 這樣子大規模的 造成很大的平民損傷的方式 去震撼或者制壓制服對手 去接收那個破爛的城市 這不是他要的 他要的是希望保留一個 保留一個盡可能完整的烏克蘭 但是他要談判 他的兩個目的 普丁說了 一個是希望要把烏克蘭非軍事化 也就是把他的軍事設施讓他癱瘓 使他沒有辦法再去打仗 第二個就是使他非納粹化 那這個一般的解讀是說 他希望要把政府換掉 因為他認為說 哲倫斯基目前的純青美的政府 是要去惡化 然後再清洗烏東的這些俄羅斯裔的 或者政教 政教的不同宗教的這些人口 這個就跟台灣的去中化 和去中國歷史非常相似